現在這個戰力1300其實不太夠 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主線任務卡這個卡蠻久的 卡一天了 主要是進去打怪的不會痛 那其實每一天都會提升一點點 就是所謂的每天提升一點點就是這個小黑這裡啊 不管是他提升還是說你自己 這個裝備因為你只要一直掛你這個強化石頭就會增加 那你有增加的情況下你就會 提升本身的能力了 這樣已經到加加14 那其實你如果到加12的話都很難再上去 你看這吃了好幾十顆才弄到將近100% 那我這個人做事情很保守 95%才敢按 幹 他有沒有過 靠呀沒過 還是怎樣 還是衝到一半有跳出了 還沒按喔嚇死我 13了又有增加戰力 然後 你看我很可憐了還在穿這個綠色所以我決定來抽一下裝備 抽裝備可以來這裡抽 那這個金幣的話 取得方式之前有講過來自於副本 副本可以得到這個 那我缺鎧甲來抽一下 看能不能出紙裝 幹嗎的 一抽 又是綠裝 真的是很糟糕 而且那個笑聲很雞巴 好啦那我抽到 我有抽到 藍色鎧甲要換抽手套好了 再來 手套 來抽個手套 6 看他笑聲真的很靠北 喔有了 雖然還是沒有很滿意喔 我們來把他移轉一下 居然有了就要來移轉 那你現在看好我現在站立1344 那看能不能變成多少 穿上藍裝 剛剛是1344 然後來進行個移轉 現在變成12多沒有移轉差很多 再來鎧甲 加15 哇 蛤 只增加這一點點 太慘了吧 只增加一點點 再來充一次 再把他充起來啊我還有那個珠寶沒有裝 我把珠寶再裝上來看看 裝個藍色好了 然後 還有手套 裝個藍色 我還有哪裡沒裝的 都有裝了 那這樣變多少呢 1357 差沒多少那我來打一下這個 主線任務 在這裡 來闖關看看 1357跟1343啊 1357 1343啊對我要先去做一件事 要把那個藥水領出來 那藥水沒有領的話會很慘 絕對打不贏 倉庫 他這有一個倉庫 繞一下 我有重新配置過所以你也發現不太一樣 把這個四十幾罐領出來 然後回到這裡 四十幾罐可能不太夠 回城鎮再來買一下 買個八十罐再來打 這個沼澤地 其實他這每一個場景他的畫風都做得蠻細緻 除了你會發現有一點類似像 點陣圖這樣子 有點粗糙 好但其實他整理上還算不錯 100罐了100罐應該可以足夠讓我挑戰 再打這個主線 這個小黑很像小小兵喔黑色版本 而且笑聲很機車 欸到了還蠻快的 再來一次啊 或許人贏啦 或許人贏啦 熬了一天喔 強化加一點點而已 如果這個主線沒有過我後面的一些有經驗值的地方都一直過不了 所以這是一個蠻困擾的問題 看起來在城以下 堅持 是 其實玩的快一走 但是其實手動的頻率真的不大 有時候都覺得說自己會不會變成一個廢人 都依賴太多自動 那個操作感都沒有練出來 那每一天會提升的就是像技能啊 那裝備可以充加1加2這樣子 那技能有點起來差蠻多的 這麼快到魔王了 還是這小王這應該魔王了 主線的一個部分 應該是能贏了 欸靠他還回血 哇這冰柱在打真的很靠北 很痛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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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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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腰這很容易有這種誤觸的現象 爛 他的視角又不幫我鎖定 麻煩 又不幫我自己引導 來看一下有沒有這個功能 等一下 我的設定 看一下有沒有願意幫我引導 好像沒有 他不幫我自動帶視角啊 不像那個按捏副守者 在斷招了 在斷招了 這很爛 其實他這樣子操作有點不好 他自己在那邊轉很麻煩 過了過了齁 他是很無聊叫你去按那個評價 3萬多的金幣喔 終於打過了 那這樣子後面的那個主線就可以繼續打 不然真的是卡在這裡 紫色的耶 哇49000有沒有 經驗值嚇死人 所以你如果有好的裝備喔 你整個任務一直過去練很快 那相對的你這幾天的累積資源就比人家還多 畢竟他後面掉的東西還蠻不錯 那我現在就可以繼續推我的一些主線任務 這是那個修道院大家應該有印象吧 PC版的那個修道院 記得那時候打這個騎士打得很久 哇這個斜坡很有印象耶 其實他有帶一些回憶進來 但是他沒有完整的把地圖整個都做進來 而且我覺得這遊戲最棒的地方就是他有天氣系統 你看你現在玩這麼多手遊 只有這一款有天氣系統 其他都是那種類似半套的不上不下 像英雄之戰他就是只有早晨跟黃昏變一下大廳的顏色這樣 他不是真正的這種天氣系統 而且你看他弧面的反光做得很好 你仔細去觀察 這遊戲除了粗糙一點啦 那其他的是沒話講 那個光影表現做得很好 200公尺耶好遠 所以你如果主線任務沒有過 你就是一直卡等喔 像我剛玩的前三天就是 有一個地方跳到屋頂上 那我不知道怎麼去弄 後來人家跟我講我才過 不然真的是卡很久 卡很久你等級整個輸人家十幾都有 十幾集以上都有可能 然後這個遊戲又很吃等級 打十隻怪 那還有聽到一些新資訊 就是說那個劍靈好像快出手遊了 在三月的樣子 就可以玩得到 打蜘蛛喔 所以剛剛這個自動視角 這雅相也沒有比較好 這個嗎 剛剛設定那邊按的那個是一個叫做鎖定 鎖定怪物之類的 但是發現好像不是我要的那種鎖定怪物 你看這個經驗值都給你四萬九有沒有很多 嚇死很多 然後這個馬上面可以放東西喔 各位如果在 打關卡的時候 負重的時候可以去那邊 可以把那個 東西放在馬裡面 那格子不多啦 如果要增加的話 好像要提升馬才有辦法 放多一點 那他有一個負重可以買 負重的話在這個商城這裡 他有一個是用紫色珠寶可以買負重 他有一個是用紫色珠寶可以買負重 啊不是 他的負重是從角色進去 他有一個負重在這裡的樣子 裝備跟裝備有關 包包 然後點這個右下這裡有LT 這個增加這裡 你可以透過這個連結 跑進來買這個 所謂的負重 蠻貴的喔 你看我現在玩到這裡 還沒辦法買那550的負重 要到新的地方 200公尺 那我畫質已經全開了 你還是會發現那個術突然間消失 然後術突然間出現 然後術突然間出現 這是那遊戲的問題 那這幾天的話 有多次的更新之後 其實已經比較穩定 比較不會一直閃退 那風景還蠻漂亮 可以拉近看一下角色 現在穿這件包太多了 不好 跟馬在互舔欸 四萬金 欸進入劇情 他這個都跟PC版是一樣的 劇情 那這個都跟PC版是一樣的 劇情 電動畫 PC版也有這個啊更細膩 然後我記得當時來到這裡的時候那個這個塔有兩三層 然後還在這邊走走路走一走還迷路 那個塔在哪裡勒 不知道他有沒有畫 當時黑色沙漠出來六十幾G的樣子 然後後來他有優化變得比較少 喔對這裡 然後可以從這裡看下去 來到這裡了 不過我還是要先跟著任務走 他這個有讀地圖了你如果是那個電腦版他不用讀了直接進去 電腦版是無接縫的 我可以一直做到它 說是 謝謝你 這裡是很貴重的 謝謝你 我還是要先進去 哇操,35隻喔,他打很久吧 主要還是推看看啦,看自己能打到什麼程度 要這樣看就是沒有問題 好,那我今天的一些狀況就拍到這裡了